第二十二题,二十二题二十三题是体主,益凯利用不同方式生成二氧化硫SO2,于是他分别以加热硫铁矿F1S2,散心矿ZNS和硫化钢HGS三种不同方式收集二氧化硫,他列出各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第二十二题是问,在氧气充足供应之下,益凯分别以上述三种不同方式收集到等量的二氧化硫,则他所需准备的硫铁矿,散心矿和硫化钢的木耳素比为何 根据他所给我们的方程式,我们晓得反应所需要的木耳关系是4,11,8,2跟8,这个木耳关系是2,3,2跟2 最后的木耳关系是1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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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要产生的二氧化硫料一样多 那么这边有8木耳,2木耳跟1木耳,要一样多,木耳数要相同,我们就取最小公倍数是8木耳 8木耳要变成8木耳,就是乘以1倍,所以这边就是4木耳的1倍,就是需要4木耳 2木耳要变成8木耳,要变成4倍,所以呢这里的2木耳也要变成4倍,也就需要8木耳 这里的1木耳要变成8木耳,要有8倍,所以这边的1木耳也是要8倍,就是8木耳 所以我们三个东西所需要的木耳关系是4比8比8,也就是1比2比2 因此第二次二题问我们说,则他所需准备的硫铁矿、散心矿和硫化拱的木耳数比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1比2比2